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杀 道 饮 贪 嗔 吃 两舌 恶口 妄言 其余 什么叫作业?业就像种子 春种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佛家认为 人无论造作恶业还是善业 都像是在播种 因缘成熟时 就会开花结果 种善经得善果 种恶经得恶果 身体会发的恶业是 杀 道 饮 这张嘴容易造作恶业 两舌 恶口 妄语 其余 意念常犯的恶业是 贪 嗔 吃 食善业是和食恶业相对应的 即是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杀 不道 不饮 不两舌 不乐口 不妄语 不其余 而食乐不赦的提法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 律法中规定的 不能被赦免的十种重大犯罪 阴谋反 阴谋造反 规范封建王朝 这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罪不能容忍的 二 毛大逆 毛话毁坏皇帝的宗庙 祖墓 或公事等灭使和侵犯皇帝尊严的行为 三 某判 暗中策划背叛朝廷的行为 四 恶逆 对直系和旁系尊亲属或兄 子 夫 及其直系尊亲属的杀害行为 或对祖父母 父母殴打行为 五 不道 灭绝人性 违反封建伦理道德的行为 六 大不敬 不尊敬皇帝的言行 七 不孝 对直系尊亲属的武力行为 八不穆 亲属间的谋杀 充满 护打或控告的行为 九 不义 违背封建仁义道德的犯罪行为 十内乱 违反封建伦理当常的监窝行为 这十恶 经堂至亲 除人有略改外 相言而用 并规定对犯有十恶的罪犯不得赦免 随书刑法制 犯十恶即故杀人欲成者 虽会赦 由除名 远取关汉清斗额远寺 这要死公公的罪名 犯在十恶不赦 中国古代帝王 维维护其封建王朝的统治 常常以施恩为名 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赦免犯人 给予其重新做人的机会 如在皇帝登基 更换年号 立皇后 立太子等 或者遭遇大天灾情况下 常颁部设令大赦天下 史记孝武本记载 大赦天下 是受公神君 神君罪贵者太一 其左运大尽 私命之数 皆从之 大赦的效力很大 他不仅免出刑罚的执行 而且是犯罪也归于消灭 经过大赦之人 其刑事责任完全归于消灭 尚未追溯的 不再追溯 已经追溯的 撤销追溯 以受罪 行宣告的 宣告归于无效 然而 对于严重威胁统治阶级 违背三纲五常的十恶重罪 却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 因此称之为十恶不赦 本文来自之历史工作室原创作者 不闻之历史工作室原创作品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之 历史工作室欢迎您来稿 来稿须是原创首发 谢谢参与支持 赞赏是动力 转发是鼓励 原创不容易 请多珍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